不光只是郭信淳获选精英奖的最佳女运动员 那她的教练林静人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 也获得了最佳教练奖的肯定 郭信淳也是在颁奖点椅上特别感谢教练指导 并且希望在这个奖项的加持之下 能够在亚奥运再加上金牌 对 其实每个成功的选手后面 一定都会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推手 像是这一家男运动员杨戴刚的推手 就是他的妻子谢婉容 而今天杨戴刚的奖项就是由太太来带领 而太太也带领传达了杨戴刚 对于球迷的感谢还有支持 至终好手郭信淳和教练林静男开心合影 郭信淳获选为最佳女运动员 林静男则是击败劲敌谢朝亨 史静哲夺恰最佳教练 只要我在别人怎么争取了你 我跟我的运动员讲 教练不只要看到我们的会骑身上会场 而且我更要听到我们国旗歌播放 男人都希望未来能继续创造历史 在亚奥运摘下金牌 郭信淳也趁这个机会对教练说出感谢 自从我接触到举重 他就开始教导我 指导我 一直到我进国家队 现在也是他在指导我 他就这样牺牲自己的时间 和他儿子的相处的时间这样来栽培我 在其他奖项方面 最佳团队运动奖颁给了在东亚运 摘下历史性金牌的男子排球代表队 而在最佳男运动员 杨代刚击败了林志杰 庄志远等好手获得这项殊荣 杨代刚由妻子谢婉容代为领奖 他特别转达杨代刚的话 感谢各界的支持 感谢在2013年让大家认识了戴刚 也因为大家的支持 让戴刚有了最坚强的心脏 另外17岁的台湾娃娃谢婉容 捋破纪录 抱回最佳新秀 据最佳运动精神奖 听仗欲求好手范荣裕 斗志过人 得奖实至名归 今年台湾体育人在许多项目大放异彩 使得精英奖竞争格外激烈 但不管得奖与否 每位辛苦奋斗的运动选手 都值得掌声鼓励 有点TV 徐三成 甘邦姐 李爱纯 台北报道